本动画是我们的手册《药物在苏格兰》 对我来说什么才是正确的治疗方法的总结 这个动画的目的是帮助您进一步了解您的治疗方案 并思考对您来说什么才是重要的 这样您就可以安全地服用您的药物 并从中获益最多 所以您预约了医生来讨论您的健康问题 药物是针对您的最好的治疗方法吗 医疗专家会听您述说您的问题 在决定您需要什么治疗之前 可能会做一些检查和测试 改变生活方式可能也是一种治疗方法 您的医疗专家会就此提供建议 如果您需要一种药物 医疗专家是如何决定该使用哪种药物的 医疗专家会对您说明您的选择 请仔细聆听那些对您重要的内容 为了帮助您选择最好的药物和剂量 他们还将考虑许多其他因素 包括药物的益处和风险 药物如何有益于您 药物的药效可以帮助到您 药物的益处包括减轻症状 让您更加行动自如或减轻疼痛 服用药物有什么风险 风险就是药物有一定概率对您有害 所有药物都可能造成伤害 尽管程度不一 药物的可能风险包括 您正在服用的药物产生副作用 或者两种药物相互反应产生副作用 药物的益处和风险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服用药物时 人们关注的重点 以及他们愿意接受怎样的副作用 有着不同的意见和偏好 某些人可以接受的东西 也许对另一个人来说无法接受 例如 副作用可能是有益的 如试睡 如果您本身睡眠就不好的话 您怎样才能知道如何正确地服用药物 如果您认为您的药物没起作用 或者如果您认为您正在经历副作用 该怎么办 如果您对您的药物有任何疑问 可以咨询医疗专家 他们将建议您如何安全地使用药物 并可能会建议您做一些改变 您还应该取得一份您的药物说明书 这将提供给您更多的信息 您应该怎样处理不再需要的药物 您可以把它们带到药房 它们会安全地销毁药物 不要将药物冲进马桶 或把它们丢到家庭垃圾箱中 请记住 所有药物应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咨询您的社区药剂师 他们可以向您提供您已经开具的药方 或想要购买的药物的信息 您也可以在线查看我们的手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